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一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题目叫 How to grow old 如何变老 当时这个作者不是教怎么怎么变老了 变老不用学 活着活着自己就老了 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言下之意是如何用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变老这个问题 如何到老了之后就不怕死了 是这么一个 所以呢 如果本文中要是写全了呢 类似于这么一句话 How to grow old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如何用一个正确积极的态度去变老 但是你要用改过的这么一个标题呢 这一方面太啰嗦了 因为我们说英语文章的标题本身就不适合太长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觉得好像有点说教的语气 还不如原来说这个How to grow old 简洁而且有趣有趣味性 吸引读者会读下去 这是本文中标题 那么本文中这个作者是比较有来头的 咱们看看这个作者是谁 The writer is Bertrand Russell 咱们一番叫伯特兰·罗素 这著名的一位英国的哲学家 数学家 同时还是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得主 这个philosopher是哲学家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laureate 叫重要奖项的获得者 他其实来自laure 这个laure tree 叫月桂树来 桂冠吧 这是在古代拿的冠军 头上戴上月桂树的花环 所以laure 也表示这个重大奖项的获得者 这个人为什么很厉害呢 咱们再看更详细的介绍 He developed new ideas connecting mathematics and logic 他提出了把数学和逻辑联系起来的 这么新的思想 He was also known as a pacifist 同时他还被称为叫一位和平主义者 And he was one of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to nuclear weapons 他同时也是核武器的 这个坚定的反对的 这个重要的领袖之一了 他是反核武器的 他跟爱因斯坦曾经发表过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反核武器的 他认为核武器 可能就到最后把人类毁掉 那么再进一步看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0 他于1950年 那么这个接受了 就著名的这个奖像诺贝尔的文学奖 1950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所以本身又是一位大文豪 他的重要出版物呢 主要有这么两本是最有名的 一本叫The Principle of Mathematics 叫做数学原理 它是跟数学家怀海特两个人合著的 这部数学原理 另一本呢 可能有人看过 叫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 这是也是一部 这个非常有名的哲学著作 在各个哲学庄柜 几乎都能买得到这本书 所以本文中作者呢 是一位大师 那么就更进一步吸引起了 咱们这个读这本书的这个欲望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很多老年人因为害怕死而烦恼 这用词呢本身不是特别艰深 你可以越是大家往往用词越是平易 越是通俗易懂 这个反普归真 这更容易让普通人呢 了解深刻的道理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结构 就因为害怕什么什么而烦恼 这个结构甚至可以背起来 叫做b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因为害怕什么什么东西 而觉得很烦恼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Many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unemployment 很多人呢 因为害怕的unemployment失业而烦恼 或是Many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inflation 很多人因为害怕通货膨胀而烦恼 这是因为害怕什么什么而烦恼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后面不但可以加名词 加动名词也行嘛 比如说 Many girls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getting fat 很多女孩子呢 因为害怕变胖而烦恼 这因为害怕什么什么而烦恼 这句子也可以写得更复杂一些 对吧 比如说 很多中国人因为怕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 买不起房而烦恼 就后面搭配复杂一些 股价结构是不变的 咱们试试看 Many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不能够 being unable to支付吗 afford the medical, educational and housing expenses Expenses开销花的钱吗 对吧 很多中国人民因为害怕呢 这个支付不起医疗的教育的和住房的这个开销而觉得烦恼 你看因为害怕什么而烦恼 叫b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something 作为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这是我们本文中第一句话 上来就说了 很多老年人都怕死 咱们也看到古今中外都一样 每个人人身有变化 但是有个美国总统说过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一个是我们一定得死 第二个我们一定得纳税 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怕死 那么作者先第二句话说了 年轻人怕死啊 那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说了 In the young,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feeling 他说在年轻人身上有这种感觉 就是fear of death 对死亡的恐惧 这是完全正当的 有合理的理由的 this feeling 就代替前面那个the fear of death 死亡的恐惧 注意这个in the young the young但是泛指年轻人了 前面那个in不能表示在年轻人的肚子里面 不是在体内 这in somebody可以表示在某人的身上 在某人身上有某个特征啊 有某种什么属性啊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看看这个解释引力用吧 比如说 You can feel healthfulness and care even in these small children 你甚至在这些小孩子身上 都能感受到互助和关爱 这是在某人身上 能觉得某个特征 在这里用借词in 用这个搭配对吧 好 在某人身上 再比如说 in this tall lean man you can see a leader of great modesty 这是描述林肯的这个话 在这个瘦削惊悍的男人身上 这个lean表示瘦的 但这个lean这个词一般只指男子 而且一般它是包一词瘦得好看的 就类似长跑运动员这个提醒 就是在这个瘦削惊悍的男人身上 你能看到一个非常谦逊的领袖的这么一个气质 咱们翻译师可以加增益 加几个字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一种 这个谦逊的伟大领袖的这个风范 这个气质 这in表示在某人身上 in the young就在年轻身上 那么有这个pass的感觉 这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这个作为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背诵下来 就是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something 就是做模式是完全正当的 做模式是合情合理的 可以用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你看你比如说 in this condition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intervention 这固定搭配 把它带进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进行干预呢 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什么什么 做模式是完全正当的 是合理的 可以用它 那么这是用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生词中 讲过另外一个剧情 做模式完全没道理 没有正当理由 特别好记 就是把前面那个a 换成no就好了 但以后我们借词不变 一定记住借词for 做模式是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的 对吧 再比如说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icide bombing 自杀是炸弹袭击 毫无正当理由 针对平民百姓更不像话了 Suicide是自杀bombing 就是炸弹袭击 注意第二个b 不发音 不要读bombing 是bombing就好了 做模式是毫无正当理由的 这是一些固定搭配 咱们放在一块可以把它记住 但是这两个剧情 都出自我们在新冠界三册里面 就多次讲过的一个重要的结构 就是第二b剧情加上无灵主语 就是这个主语 它并不是人也不是动物 是个抽象的事物 没有灵魂 好多固定搭配都来自于它 咱们看看几个常见的 比如说 这些搭配希望它就背下来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叫做不可否认的事 固定用法可以把它记住 There is no doubt that 叫做毫无疑问的事 毫无疑问 谁也不能怀疑 There is every likelihood that 固定剧情 书面语 叫很可能怎么样 很可能 再比如说那不太可能 There is little likelihood that 固定剧情 叫某个事不太可能发生 这个little word 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再比如说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omething 表示 这是一个双重否定 因为shortage表示无缺乏 没有 No也是否定词 放在一块双重否定 加强了肯定语气 这个剧情三册见过 叫有的是什么什么 绝不缺乏这个东西 叫有的是 比如说我们看三册第九颗 《飞猫》里面见过的句子 Of course New York is the ideal place for such an interesting setting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当然了 纽约市对这种有趣的研究来说 是一个理想的场所 因为它这个地方 这个有的是高楼大厦 丝毫也不缺乏高楼大厦 要多少有多少 有的是 可以用它 用这么一个结构 好 再比如说再继续看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叫做有点道理 这个truth在这不是真实性 就是道理 an element 它有一些成分 某个东西说得对 有点道理 咱们回顾一下 还是在三册的这个第十二课 这个荒岛生活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Perhap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both these pictures but few of u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当然了 这两幅图景呢 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 且几乎没有人呢 有这个机会去亲自弄个究竟 叫某个东西有点道理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某个东西有道理 可以这么来说 好 那如果很有道理呢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叫某个东西里面有大量的真实性 A good deal of truth 叫很多真实性 就非常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们再看一看三册第九个 飞猫这个书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显然这个想法 就猫有九条命的真实性 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注意 deal 修饰不可数名词 truth 就是不可数的 这个用的完全正确 咱们来看看 在三册里说过 当时引述了当时的一些 阅读真题的一些片段 咱们来看看能不能轻松看懂 看看这道阅读真题片段 There is probably an element of truth in this argument But they ignore a more basic fact tha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often abused 他说这篇argument里边 确实可能有点道理 这个argument是多一词 在这不是争执撑着 它表示有论据有结论的 这么一段论证性的文字 这一段论证可能有点道理 不丁大腓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基础的事实 是什么呢 那就是新闻的自由常常被滥用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就是新闻自由 用它经常被滥用 好 再看 这道真题 咱们看能不能轻松看懂 Albert Einstein once attributed the creativity in a famous scientist to the fact that he never went to school Albert Einstein就是阿尔布的爱因斯坦了 怎么样呢 有一次attribute一定是跟GIS II搭配的 attribute表示归因于 把某事归因于什么 attribute后面呢 是结果 to后面是原因 他说把这个创造力 创造性 creativity in the famous scientist 前面加了这些in 咱们刚刚讲过 in放在人前面有什么意思 不是在他肚子里面 而在某人身上 对 某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个特质 就是一个著名科学家 甚至这个创造力 他说这个东西 归因于这个事 什么呢 这个事实 后面再同意从去 他没上过学 没上过学 后面说 There is undoubtedly a truth in his observation 他的这句话 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There is a truth in 就是有道理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是有点道理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是很有道理 那就是a truth 那些有道理不就好了吗 observation 咱们前面说过 既可以表示观察观测 也可以表示某人评论 评论性的文字 他说的这个话呀 毫无疑问有道理 但是呢 这绝对不是对学校的批评 这是我们看到 在阅读政治中 频频出现这种曲行 好 回到文中 作者说了 在年轻人身上有这种感觉 完全正当吗 完全正当 下一句话 但是 他后面第三句话说了 说为什么呢 The young people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iably feel be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ad things that life has to offer 这个第三句话等于对第二句话 做了一个解释和分析 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怕死 是完全正当的 他做了一个解释 因为呢 有观点应该有理由 或者例子 否则的话 你的观点就悬空了 就荡空了 就无依无浊了 下面说了 年轻人呢 有理由担心自己 战死疆场的年轻人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个文法的分析 Young man就是表示年轻人 然后呢 后面加了一个定义重句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这是整个黄颜色的 到第二行结束 是定义重句 就有理由担心自己 在战斗中死掉 被打死的年轻人 后面那个that重句 划线的部分 那明显是做fear的 冰语重句 对吧 结果有理由担心什么呢 他们在战斗中可能会被打死 这个年轻人 好了 到这主语结束了 前两行就主语 然后后面说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可能是有理由的觉得痛苦 咱们翻译中 可以把词性调整 觉得痛苦 这是情文可原的 justifiably 不是有理由的吗 那么 in the thought 一直到句末 in the加抽象名词 在这 是固定搭配 是个原因状语 就因为他考虑到 因为想到 这个in the加名词 做原因状语的用法 咱们三次讲过 咱们一会儿 会详细再展开复习 因为他们想到什么呢 这个that从去写题字 从that开始到句子写处 这个写题字 那理论来说呢 是做前面那个thought 它的同位从去的 说明那个thought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被骗走了 最好的东西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ad things 这个为什么be cheated 会不会叫off呢 那就回忆起来 咱们在生死中讲过 骗走了某人的某个东西 叫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或cheat somebody off something 都行 那个out有什么都行 他们被骗走了最好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that life has to offer 生活本来应该给予他们的最好的东西 后面那个that life has to offer 这个画线的部分 明显是一个定义从句 来修饰前面这个the bad things 这个关系代词 that在这做offer的避允 就好了 这整个的句子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下面看看里面一些具体的细节 年轻人有理由担心自己战死疆场的年轻人 在战斗中用的是in battle 是可以的 这个battle这个词表示战斗 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都可以 他没有说某一场具体战斗 可以说抽象词不可数的in battle be killed in battle就是战斗中死掉 这个我们in battle这个搭配 在三册的第三十词中见过一个替换 也经常可以把它换成in action in action 练读变成in action 也是表示在战斗中 尤其是战斗中牺牲啊 战斗中负伤啊 用be killed 或者be wounded in action 固定搭配 这个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意思是一样的 咱们先看一看三册第三十词 说幽灵之死这个片段 His father told everybody that Eric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他的爸爸跟每个人说 他的长子埃里克 在战斗中已经牺牲掉了 已经死了 再回顾三册的三十六和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有这么一个 France poured score on the idea point out that hi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弗朗兹对此想法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并且提醒他老不注意 就指出了 他的这个兄弟 那么在战斗 战争期间 早就在战斗中死了 牺牲掉了 你看也是用be killed in action 跟本文中的be killed in battle 是可以替换的 意思一样在战斗中 那么有理由担心自己战死疆场的年轻人 然后呢 后面说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可能是合情合理地感到痛苦 就是我们说感到痛苦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意思 这个bitter bitter这个词本来表示味道是苦的 在这派声音是痛苦的 bitter here means painful or sorrowful 就痛苦的很难受的很痛苦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shed bitter tears 就要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留下了伤心泪 可以用它 是用痛苦的这个词 然后关键出来了 感到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被剥夺了生活的必需品了 这个因为是来自这个in the thought in the thought in the thought不要翻译成在什么念头里面 in the thought that 就像because they think that 因为他们认为 大家记住 经常可有in的加名词 这是一个比较书面的结构 表示原因状语 因为什么什么 相当于原因状语重拒 本文中相当于 the thing 因为他们认为 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了 这个用法 在三册就多次讲过 那么学过三册的东西和复习 没学过呢 我们再看一看 建议大家把三册再看一看 因为三册好多经典的剧情 比如三册的53个 新三册的53个 他说 The Swedes were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public officials like the civil servants Police officers house inspectors or tax collectors can make mistakes or act overzealously in the believe that they are serving the public 他说这个瑞典人呢 是首先发现什么呢 那些政府的一些官员 像什么公务员啊 就是文职人员 包括什么警察呀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查卫生的 就是到我们的什么饭馆里 查卫生的 卫生检查员 还有收税的这些人呢 他可能会犯错误 或者是呢 表现的过分的热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正在为百姓服务啊 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嘛 in the believe that 是不是现在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什么 你看这in the believe 跟本文中in the thought 如出一双用法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册的第五十六颗 河流我们的邻居 The man of our family waited down through a flooded meadows with boat hooks 这我们家里的那些男人们呢 就是蹚过了那些被洪水淹没的草地 还拿着船钩 boat hooks 长猪竿子 前面有个铁钩搭船用的 在码头搭船用的 为什么呢 in the hope of being able to grab a corner of the raft and pull it out of the current towards the bank 那么因为他们希望啊 能够扭住这个木阀的一角 然后把它从水流中拉出来 拉向我们这一岸 in the hope of 表示因为他们希望什么 in the hope of being able to 是不是相当于 because they hope to be able to 因为他们希望这么来做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很有趣的这么用法 这是三侧的五十六颗 再看三侧的五十八颗里面 三侧的五十八颗就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老太太公寓被偷了那一颗熟 咱们再看一看 in the lift her thoughts were on lunch and a good rest 在电梯里面 老太太想的都是午饭啊 一会儿好歇一会儿 but when he got out at her own floor 当他从电梯出来 到了自己这层楼的时候呢 those were forgotten 两个事都忘了 什么午餐啊 休息都忘了 为什么 in her sad discovery that her front door was open 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她家里大门是打开的 见了贼了 in her sad discovery 是像的 because she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是这么一个 诶 这个搭配 你看这个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in的作用 甚至三侧五十九颗 收藏这个作用又出现了 咱们进一步看啊 咱们多看看现在就踏实了 they leave unwanted objects in drawers, cupboards and attics for years 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在了抽屉里边 壁橱里边还有格楼里边 一放就是很多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呢 他们有朝一日可能正是需要这些 他们这个放起来的这个东西 in the believe that 就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么一个搭配 你看这个in的加名词 咱们可以把它其中 但是不要搞混了 咱们做个变细 咱们在第三课曾经讲过 in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个搭配叫at的什么什么of 这跟借次in就不一样了 at的什么什么of 叫in怎么样就如何 咱们复习复习 以前说的at thought of 叫一想到什么什么就怎么样 对吧 at the idea of 叫一有某个念头就怎么怎么样 at the side of 一看见什么就怎么样 at mentioned of 一提到就怎么样 at the sound of 一听到什么声音就怎么样 那么at the news of 一获悉某个消息 马上就如何了 这像固定搭配 咱们都可以把它记住 复习复习 比如三册的23颗 新看见三册23颗 at the idea of叫做 这个一有某个念头就如何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the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但往往呢 仅仅一提到这个农村 马上就首目租到 这个就好像这个 听到这根清爹一样 哎呀好高兴啊 at the mention of 叫一提到 at the mere mention of 叫仅仅一提到就怎么样 你看这名词前面还有个加修士语 叫in怎么样就如何 跟这个in的做时间壮业的 把它区分开 好 再回到文中 本文中是一想到什么事呢 在本文中因为他们考虑到什么事呢 因为他们认为啊 他们被剥夺了生活的必需品了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ad things 我们在圣诞中讲过了 be cheated of something 有的时候也能显成be cheated out of something 是被骗走了某个东西 为什么叫被骗走了呢 原来那些成年人 对小孩子都说嘛 书中自有黄金物 书中自有严重欲 好人读书 以后好东西都是你的 什么金钱呢 财富啊 名声啊 地位啊 美女啊 所有的快乐都是你的 结果你看 还一切都没到手 当炮灰了 你骗我的都没有啊 哎被骗走了生活的这个 本来应该给予他的东西 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说被骗走了 其实也能说他们被剥夺了 本来是应该给我的东西被剥夺了 被剥夺了 有很多类似表达 比如说本文中可以说 当然这个刚才 be treated out of something 来自于主动结构 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这就不说了 刚刚我们讲过 是不欺骗某人的某个东西 这个alp主动结构 变成被动之后 借此搭配事不变 下面看这个剥夺 剥夺第一个可以用抢劫这个词 wrap somebody of something 抢走了某人的某个东西 这个可以 还可以 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 但专门表示剥夺某种权利 还有呢 像strip somebody of something 是用divest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后面两个也比较正式 剥夺某人的某个东西 这个strip 本来是表示脱衣服 本衣服脱掉 是你看那个stripper 就是脱衣舞娘 跳脱衣舞的这个 这个divest也是表示剥夺 你可以顺便记住 如果投资呢 是invest 往里面投进去 剥夺呢 叫divest 当然有人把它读成divest 都行 后面都是跟介绍of搭配 先跟人 再加介绍of 再加被剥夺的东西 这就好了 这个我们可以顺便看一看 比如说本文中可以把它换成 他们被剥夺了 那些最好的东西 可以用they have been robbed of they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y have been stripped of 或they have been divested of the bad things 他们被剥夺了 这个最好的东西 这个都行 这是剥夺 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容易跟他搞存的 就是 没收 咱不是说剥夺说没收了 叫confiscate 但这是几乎动词 后面一定加东西 就是非法的东西 没收了 过海关的时候那些走私品 被没收了 上课玩的那些东西 被老师没收了 这么来说 注意ate 在动词里面发aid 大声里面 confiscate confiscate 这是没收了 比如说 Mr.Williams confiscated all of sweets sweets可以变成糖果了吗 就 威廉姆斯小姐 一般跟老师们没有结婚 可以叫miss 他们把我们所有的糖果都没收了 上课 小孩拿糖吃 然后呢 还拿着糖 砍老师 把老师揉火了 都没收了 confiscate 就好了 那本分钟整个句话 意思就很好翻译了 咱们尝试尝试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 有理由担心自己战死疆场的年轻人 在想的 因为他们想到啊 自己被剥夺的生活中 本该给予他们的最美好的事物的时候 感到痛苦 这是情有可原的吧 本来是我的结果呢 你骗我们没有了 因为想到这个事情 所谓的感到痛苦 这个罗素说 这是完全正当的 年轻人怕死是应该的 但是下一句话 他接着说 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但是呢 在一个老年人身上 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悲欢了 并且已经取得了他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他已经完成的所有的工作了 这个时候再怕死呢 就有点既可怜又可避了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but in an old man 但是在一个老年身上 这个in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在某人身上 表现出某个特征 什么老年人呢 后面那个一大堆的黄颜色的 都是定于从去修饰前面的old man 那么他说呢 定于从修饰中间是两个并列的结构 拼到一块的中间暗的链接 第一个是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已经经历了人生的悲欢了 这个known就是know了 他并不是知道的意思 know可以表示experience go through 经历的意思 经历人生悲欢 这个动词咱们一会儿会讲 并且怎么样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必须就是这个取得了实现了 无论是什么工作吧 it was in him to do 就是在他范围之内 都已经完成的东西都完成了 大家看到这个whatever work 后面的it was in him to do 这是一个定于从句 可以把它看到的省略了这个which which it was in him to do 这个which呢是关系代词修饰先行词这个work 对吧 然后呢这which的关系代词定于从里面充当to do的宾语 但是你发现这个定于从里的主语it 是个虚主语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那个to do something 就to do the work was in him 这个in him 这个in不能翻译成在他身上了 in 翻译成within 在某人能力范围之内 言下之意呢 就是把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工作都完成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年来说 整个是个大大的壮语 豆花前面整个是个壮语 然后呢句子主观结构 主句在后面呢 对吧主观结构 那个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啊 somewhat就有一些有一点的程度负责 怎么样呢 既可怜又可比了 abject可怜的 这个ignoble是比较差劲的 可比的可耻的这么一个 哎他说老年人呢就不应该怕死了 为什么前面给了一个原因定于从句吗 他们已经经历人生悲欢离合了 该经历都经历了 并且呢能实现的工作都完成了 没有什么遗憾了 这时候再怕死就太不像话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这里面同样有一些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那个who has known human joy and sorrows 看一看这个know这个词 这个know在这不是知道 而是经历 这个know在这翻译成experience 还有see 就是经历了这个事情 已经经历了人生悲欢的这个事情 我们看看例子比如说 China has known many wars 中国经历了很多次的战争 在这不是知道 而是经历 同样的我们再看三册 曾经书后提出现的句子 第三个书后提 The city must have known prosperity 这个城市肯定怎么样 肯定经历过繁荣 must have加过去分词 是对过去的肯定的推测 这当年肯定怎么样 这个也是经历 经历过繁荣 繁荣prosperity 不可说明词 那么甚至 有的时候还弄其他的词 表示经历 也是小个的词 像see看到也行 he has seen better days 不是他看到过好日子 他曾经经历过好日子 你看他现在落魄了 当年可不得了 经历see和know 跟experience是可以替换的 好 但是在一个老年人身上 已经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joy and sorrows 就是快乐和悲伤 在这儿呢 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ups and downs 人生的起起伏伏 那快乐的时候呢 只往上走 悲伤的时候呢 心情在低谷 所以ups and downs 人生的起起伏伏也行 这都是固定搭配 可以替换的 joy and sorrows ups and downs 已经经历了人生起伏悲欢的 这个老年人 毕竟还有怎么样呢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这个地方老师说了 whatever work 后面跟的是个定义重句 这个定义重句 我们看到是省略的关系在词that 或者是关系在词which 但注意它比较特殊 这个关系在词that 或者which被省掉的是什么呢 在定义重句里面 充当to do 这个do的并语 然后定义重句里面的 这个主语it呢 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在定义重句目to do 就to do 再加上关系代词 这是真正主语 动作不定是主语 这个定义重句主语是形式主语 它比较特殊 另外这个it was in him 这个in him不是在他身上 这是within his ability 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 言下之意是呢 把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工作 无论是什么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都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老年人 注意这个定义重句比较特殊 他的主语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我们to do 关于代词做do的并语 把这看清楚就好了 这个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呢 就有点既可怜又可比了 这个somewhat在这表示 有一些有一点 在这咱们可以把它提醒 to some extent 或to some degree 在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 就部分的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既可怜又可比了 好 这句话 我们第四节 我们看到这就分析了 年轻人怕死 这个是应该的 老年人再怕死呢 就不应该了 但是老年人说 那我知道不应该怕死 但我还怕死怎么办呢 罗素下面给老年人提建议 说怎么样 你就不怕死了 咱们看下一句 请不吝点赞 就不吝点赞 还不吝点赞 点赞